我今天要講的是我人生中的三個 對我來說推動我生命的三個文 這張是我自拍的 旁邊這個是我前來沒有 四年半前一個美國的 我在美國我在紐約住的那幾個月裡面 非常戲劇性的在地鐵上認識的我前來沒有 四年半前 但我今天沒有要講他的文 第一個是我高中的時候 我高中的時候變中山高 然後我們學 我不知道其他高中怎麼樣 但是在女校裡面 在我們學校裡面呢 你今天是學妹 千萬不要去吃學姐的菜 學妹就是自己學妹的 不要動到學姐的東西 但是我那時候聽一個男朋友 就是我的學長 是劍宗跟我一樣一起跳舞的學長 那時候呢 我們那是因為社團認識啦 然後剩完那次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會自己出去玩 就是互約 那時候是 就是現在這個時候 20...我不知道幾年前了 已經比高一十年了 欸這個不是我高中的時候照的喔 這個是我 前陣子的微笑姐的時候照的 25歲穿 17歲的衣服 然後 那個時候 我們跨年的時候呢 就去了 基隆港 現在 對現在還是基隆港 然後我們在基隆港的時候呢 那時候我已經就想說 那時候我人生第一次就是想要 跟一個男生講我喜歡他 可是 這個 你知道小時候 而且我那時候其實很 就是我真的就是醜小鴨 短頭髮 國中那時候有髮鏡嗎 然後就是短頭髮 還戴眼鏡啊 不會戴眼鏡 然後制服也不太會穿啊 不會穿得很好看 就是反正一個很土的 就是一個才剛國中畢業的女生 然後是學長 還是個健中跳舞的學長 然後 那個時候其實 其實我覺得人都很敏感 你可以感覺到 你身邊的人到底是不是有話 想要跟你講 可是講不出來 那時候呢 這個男生就是我的學長 他就 我們就在基隆港邊 然後 我說 看起來心情很不好 你想要說什麼嗎 然後我就說 你講不出來 欸 然後呢 最後的酒還是講不出來 那 我就跟他講說 他會說怎麼樣啊 就是你知道泡泡米啊 然後他就說 欸 要不要講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說 好 我等一下做客運回去的時候 我在車上跟你講 然後他就說 你一定不會講的啦 然後我就說 不是不會不會 我一定會講 然後說 那我們來打個賭 有什麼賭 他說 如果你等一下在客運上沒有講的話 你欠我一頓飯 你講的話 我欠你一頓飯 為什麼他會這樣講 就是因為那時候 我有點難過的原因 是因為 好像 因為在年底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理由可以出來 因為比如聖誕節啦 跨年 那種什麼 無為博的名堂一大堆 然後就想說 欸出來慶祝一下 看個電影啊 可以出來 可是過了跨年之後 就會覺得 好像沒有什麼看似正當的理由 可以一起出來玩 所以他就憋了一個理由 讓我們至少說 啊你今天 就算你今天沒有跟我講 我們還是很有下一次機會 所以 因為我們就趕快 在客運的時候 我們在客運上跨年的 因為那時候 客運好像不知道幾點之後 就沒車 所以我們就 在大概十點半的時候 我們就跑到客運上 然後坐著 坐著的時候呢 他就說 欸欸欸欸 客運了喔 女人要講話什麼之類的 然後說 為什麼真的很緊張 我這個人生裡面 只有被 就是向男生告白過兩次 直接就是 我覺得這是 欸剛剛是誰 你嗎 我覺得其實現在現在的人 都是這個男生 真的是很鬧欸 就是 喜歡你就喜歡你 你站在那邊說我喜歡你嗎 為什麼要有簡訊 還是什麼之類的 他在那邊啊 然後 給他 給他 給他幾天想一下 欸你可以直接當面說 欸我喜歡你 讓我給你時間想 你可以過一會再回 對不對 這樣子你之後行程 跟他們很尷尬 為什麼會很尷尬 你決定 就最後就說 再見的時候 喔再見的時候 對啊就走嘛 對不對 好嘞 然後 我們就坐在客運上 那個椅子 然後暗暗的 然後我們就這樣 然後我終於就是 因為那時候我會想說 好沒關係 成功的話 新的一年 欸考得開始 不成功的話 欸沒關係 反正過年 舊的一年已經過去 對不對 都在死 然後 然後 我就真的就跟他 跟我學長講說 我喜歡你這樣 那時候很害羞喔 那時候一講完 就把我那個外套 就這樣 懵著我 我覺得好害羞 怎麼那麼尷尬 跟我學長就是講了 然後 然後 我知道我媽媽的學長 他就輕輕的把我的那個 外套這樣拿掉 然後就過來我 那個 他不是我的初吻 但是那是我第一次 感覺到 就是什麼叫 蝴蝶在你的肚子裡 那種感覺 就是 Futterfly is in your stomach 就是那種 然後 你覺得你整個胃 都在 腳痛 不是腳痛 就是那種 怎麼講 就像裡面很冷 然後很麻的那種感覺 那是我第一次 第一次也有這種感覺 而這個感覺 好像就開啟了我 青春的這個 歲月經驗了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呢 是跟我為什麼 會開始 做藝術工作與關係 就是我去年 前年 大前年 那時候我剛從中 欸我是在菲律賓念了一年的書 我去念每次學院 然後我回來 之後呢 我又去了中亞 去了四個月 然後 開始我的大五 我大五的時候 那時候回來 我跟大家所有的人都一樣 我也是會很磅磅 我會想說 欸要畢業了 所以你要幹什麼 然後就有問題 那時候呢 我剛回來 而且我還有適應不了的問題 因為我在國外待很久 然後我回來之後呢 我對於這種 固定去上學的生活 我不喜歡 那時候有一個好朋友 約我去 我旁邊做藝術工作的朋友很多 他就約我去 他的一個連展 在南港平蓋農場 最近就是 對 然後被拆掉這樣子 他們的一個 開幕Party 就是一個藝術展 開幕花園 我在那邊認識了一個 來自澳洲 現在去柏林的 塗鴉藝術家 這個是 他是用膠帶做 做作品 那這些東西是膠帶 他貼上去的 那個時候呢 我就 在那個 CAMPARTY裡面認識的 那個 主要藝術家 他叫BOSS 那我們就聊到很來啊 但我認識他的時候 他只剩下四天 就要回國 回國嶺 然後我們那四天就 一直在一起 就是剩下這四天 然後就在他最後 他要離開的時候呢 我就帶他去那個寶藏檐 然後後面的草坪 我就帶他去那邊看夕陽 因為他是晚上的飛機 然後在草坪的時候呢 我們就走走走走走 走下來 他就先走 在我前面 然後我慢慢走 其實我也很難過 因為他要走 這樣 然後他就這樣走走走 然後後來他就轉過來 然後把我拉住 然後我跟我這樣 然後我跟我的時候 他那時候 我完完他就用英文講錯 就是 其實他真的很不想走 但是 就是 反正是用英文講錯 我對於他的那個感覺就是 他是個 我不曉得你們 可是我覺得每個男生都不一樣 他會 他對我如果是 記憶的是 他會這樣一直摸 就是那種 好像摸一個baby的那種感覺 就是他摸你的頭的那種感覺 然後 他聞你的時候 就是 那個觸感 那個觸感是很難去形容的 那為什麼他對我很重要 就是因為 那個時候他看了 他問我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那時候我想去澳洲念 嗯 就是 藝術的事 那因為他澳洲人的時候就問他 那 他問我 他就問我說 為什麼你想要到國安念書 我說我想要做 創作 那他就說英文跟我講說 Why not now 那為什麼不是現在 現在不行嗎 那時候我回答不出來 然後他就想要看我的作品 所以我就把我的作品呢 就是 弄成 影像檔給他看 他就問我說 呃 你有開過展覽嗎 我說沒有 我不是藝術學院的學生 我不需要開展覽 這個影片 然後我說沒有 他說你應該要把你的作品 放到 這個東西 值得的地方 就是你今天有一個孩子 你生了一個小孩 然後你希望他看到他長大 長大很棒 然後讓他可以在 這個 你的小孩 放 把他可以安置在一個 他值得的地方 就是這種感覺 他跟我講了幾句話之後 他就離開了 回到國務區 到國務區的時候 大午上學期 我一直在想 我到底 要不要做這件事情 就是開展覽 因為那時候沒有人逼我 我還要自己陪錢開展覽 我也不需要這個東西 我才可以畢業 但我那時候就決定了 我要把我以前的作品 弄成 就是一個完整的展覽 讓它呈現出來 因為那時候我第一次感覺到 我對自己 就像 欸你有在拍照嗎 我不曉得你們 就是有在拍 就是 會不會第一次看到你的作品 或是洗底片 或是照底片 所以 那時候第一次洗底片 一出來的時候 我看那照片 你第一次心裡面涌出一種 就是 好美喔 就是你看著自己 好像是看你 間 嗯 我覺得大概就是像媽媽 生小孩出來 然後看到自己的小肺 然後再去 所以我覺得我這麼喜歡 這麼愛我自己的東西 那我就把我的東西給大家看 我覺得這是很單純的 所以我就開始展覽 才開始我接下來 我現在在做的事情 這是我的第二個文 第三個 第三個就是 我直接用掉五分鐘喔 用掉五分鐘 第三個文就是 我在去年寫書的時候 我在 我那時候也是剛好 我們剛剛跟月亮在聊 就是他們會見這個焦點 那個時候就是 反正就是他們從一開始到沒有到現在 然後我 在寫書的時候 我在那個空間裡面 認識了一個 嗯 吉他手 那 我從 這把吉他在我高一的時候就買了 我換過無數個教我吉他的吉他老師 可是沒有一個可以教到 我願意撐 就是我可以撐過那個按吉他手 這邊有人會喊吉他嗎 就是那個按寫手很痛的那個過程 然後我那時候就遇到了這個吉他手 他也是個吧台手 會煮咖啡 那 他就開始教我吉他 然後我們就開始變得很好 那因為我每天都去那個空間寫書 所以我每天都給他拿 那 我每天就這樣 寫書寫 就是坐在吧台上寫書 然後我就會抱著我的吉他這邊被彈 那當然變得很好 之後呢 有一天 嗯 大半夜我們一起關店 關店之後 我們就到後 不是說我想要去後面的公園走走 所以他就帶我到後面的公園 就會走走 然後在那個時候呢 我那時候已經七歲了 那去年還二十歲 那我那時候在後面 我們都已經老大不曉 不是那種十七十六七歲 第一次跟人家接吻那種名字的 已經不是了 不要裝清純 然後我們就在後面那個小公園 你知道 他下半夜沒有人 就一直在路等 還有一隻黑猫 然後一個小公園 我們就坐在兩天裡面 我們就靠著對方 我們也沒有怎麼樣 但是就是靠著對方 我可以感覺到 他很想我我 可是他不敢 他小我兩歲 然後他這個很憋的人 就是他 不太會表達自己的期待 可能大部分的男生都一樣 但是他可能是大部分的男生 在乘一千倍 然後 我還要半個小時 就覺得差不多兩點半 然後要回去 然後我就這樣 那時候 我不知道你們大家在很想睡覺的時候 會不會有一種那種 頭一睡小 就是那種 好像喝醉酒的那種感覺 會暈暈的 那時候我就是這種感覺 然後我就這樣 就想說 走囉 然後我就離開 然後就是剛好 我們在那邊那個路等起來 然後就從那個 然後就走過來 然後就是靠近我 然後親自靠拉近 然後 那個我就是那種 好像第一次跟人家接吻的那種感覺 就是他很害怕 就是他碰不到你的嘴巴收拾 你覺得他好像準備了好久 演練了一百遍之後 就做了這件事情 沒有舌頭 沒有什麼奇怪的 光亂七八糟花糟 就是這兩個人的嘴唇 拖在一起 然後這個人 為什麼對我來說很重要的是 因為那時候呢 很多我身邊的朋友 甚至是我人他們都會說 你就是太容易相信別人啊 太怎麼樣就是 才會成長會很難過啦 被男生欺負之類的 所以那時候我面對他的時候 我就是到了一種 我在還沒有名分之前呢 我不會對你多做多餘的事情 我也不會對你更好 所以我就把所有我想要對你的好機會 我就收了一把回來 可是那時候就在我 嗯 就是一些發生一些事情 然後我就買了機票就出去了 然後回來之後 所以有一切都不一樣 當然我想要對他好像什麼 就沒有辦法 然後就是因為這樣子 一直好像沒有結局 卡了非常久 然後我就卡到我甚至 寫了一部三萬字的小說 就是因為他呢 我創作了一個 嗯 結合4D 就是有文字影像 像細胃跟聲音的一個創作的小說 我會車禍也是因為他 為什麼 這個很快的跟你講 我兩個月前車禍 那時候 啊 腦袋裡東西不要亂想 那時候我 腦袋 他那時候分到我家附近 然後我就 腦袋裡邊一直想想那件事 因為那時候我很想見他 跟沒理由見他 他不接我電話 我就想說 我騎機車嘛 啊 你從板橋騎到台北 大概就那幾條路 所以 我想說會不會哪一天 我在路上的時候 我在騎機車 那我一路口的第二趟 第一個畫面喔 第二個畫面 很sily喔 第二個畫面就是 我後來想說 欸 我騎機車啊 路上被車撞 他撞到送急診 救護車嘛 急診 那時候就可以打掉 我被撞的那一天 我在台下 念完書出來 我在台下體育館 辛亥建國那個路口 被辛亥 建國高想像中 撞飛出來 倒在地上 那一天 早上 我就在路口遇到他 我先早上路口遇到他 然後晚上被車撞 然後我就 晚上的時候 我躺在急診 我就昏過去 然後醒來在急診室的時候 我就打掉他給他 一通 沒有進來 我就不想再打了 然後我到了過一個月 他的傳染一方 劇情後說 你的手很好一點 然後他就是跟他很憋 對不對 縱止之後呢 導出一句話就是 就是再多的 我寧可 就是再多的 南部 都比不上一點點的後悔 就是我覺得我後悔 我那怎麼沒有 就是 就下去了 好 就這樣 有沒有問題 然後也因為車禍 就是我就是 又開始前往外端 那這個就是沒時間講的 就是私下有想要問 我 對 好 那你現在沒時間 今天沒時間 今天沒時間 好 好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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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